一 华晨宇和张碧晨现在都共用制作人了 两个人也会互相介绍资源 二 妮妮和李宇春关系很好 李宇春高奢资源很多 所以妮妮一些越级接触到的高奢资源也是因为有李宇春在其中牵线 三 仙剑奇侠传六 最近在谈宋祖儿 宋祖儿近期和杨幂走得很近 娱乐圈里的纷纷和和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四 博纳有部电影找了冯绍峰和李冰冰 李冰冰有一向片方引荐赵丽颖 他前几天已经带赵丽颖跟主创团队见过一面了 赵丽颖和冯绍峰见面还是很自然和谐的 跟其他分手艺人夫妻不同 如有必要 他们不介意同框合作 五 龚俊 虽然说团队已经很迅速的去公关了 但是这件事还是让他掉了好几个代言 现在圈内小生都对他手上的资源虎视眈眈 想趁机截胡 六 张小斐之前的热度快要被消耗差不多了 刚火的时候团队为了树立人设 推了好多综艺 结果现在发展跟不上来了 又不得不开始四处找真人秀当嘉宾了 七 陆寒 黄子涛 这就是街舞舞加快了千大牌嘉宾的脚步 他们想利用一线的商务价值去招商 正在此刻黄子涛和陆寒合体 最近有关两人关系好的通稿都是节目组发的 但陆寒这边比黄子涛难搞 陆寒现在不随便跟不熟的综艺团队合作 八 郭奇林成万人嫌 现如今圈内小花都对郭奇林必而远知 之前她们的团队还都喜欢捆绑对方 发一些按戳戳的通稿 可自从郭奇林的桃色新闻发出来后 大家都默默的和她划清了界线 9.迪丽热巴 当被问到纪云河眼中最浪漫的一场吻戏 热巴回答是纪云河尝语分别前的那个吻 还解释了每一个吻都有它的含义在里面 太细节了 迪丽热巴谈纪云河眼中最浪漫的一场吻 剧中接吻戏还是蛮多的 一开始就有吻戏让观众们看得过瘾表示辣眼睛 好甜看得全程以母笑 先甜后苦呀 后面剧情乐的人心疼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追着阿卜